我們經常在傳統市場會看到 有一種專門在賣豆類食品的店 大家也一定都曾經看到過豆包這樣子的食材 但是常見的豆包料理 不外乎就是先把豆包煎過或者是炸過 但是煎豆包的時候又常常會把豆包煎焦了 炸豆包的時候雖然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豆包吸附了滿滿的油 吃起來其實很不健康 今天我來教大家的這個方式 可能會從此以後改變大家吃豆包的習慣 吃過一次就讓你再也回不去 就跟瑞凡一樣 來我們把整理好的豆包順著豆包的紋路 直接把豆包切對半 當然你要切更小塊也可以 反正做菜就是這樣子 隨興就好 然後接著我們就準備兩顆全蛋 把蛋打散後 把豆包泡到蛋液裡面去 這裡的蛋液不需要加調味料 讓豆包充分的被蛋液包裹 然後這裡的配料也很簡單 就出薑片跟蔥段就可以了 喜歡吃辣的朋友 也可以在這個時候 切一些辣椒進來 接著我們起鍋燒油 要下豆包的時候火不需要開太大 我們一片一片慢慢的下 如果你火開得太大 第一片跟最後一片的時間差 會導致你第一片的豆包已經燒焦了 然後最後一片的豆包才剛要下鍋而已 所以我們把豆包通通都下鍋的時候 再把火調成中火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我們稍微晃動一下鍋子 加速豆包表面焦化的速度 我們在煎製的過程中偶爾要翻看一下 避免燒焦 來 我們已經煎好一面了 接著把另外一面翻過來吧 你們看 一開始小火下鍋 才有辦法把每片豆包都不煎焦 而且每片的顏色都很均勻 接著我們在鍋中 騰出一個空間 把薑片倒進去跟豆包一起煎一下 這裡的薑片不需要煎得太久 因為薑片在煎的過程中 他被豆包包圍著 所以豆包能很迅速的吸收到薑片的氣味 接著我們繼續把青蔥也加到薑片的位置 喜歡吃辣的朋友 就在這個時候 可以把辣椒一起加到鍋中 然後我們稍微炒一下之後 看到青蔥的顏色變得翠綠 那我們就可以加入米酒 接著我們就可以加一些醬油 放入一些雞粉 白糖 鹽巴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再加一些水 水量大約是蓋到豆包一半的量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蓋上鍋蓋 讓豆包燜一下 我們大概燜一分鐘左右 就可以準備上菜 你們看 吸飽醬汁的豆包看起來是不是很Q彈 濃濃的豆香加上蛋香還有醬香 用簡單的手法做出複雜的味道 這種製作的方式 賦予豆包新的生命 而且非常的好吃 看到這邊是不是已經肚子餓了 這麼好吃的東西不能只有我吃到 趕快學起來 有問題歡迎下方留言 喜歡影片的朋友記得 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集見囉 我們下集見 約會 我們下集點 我們下集見